我用自己和妹妹所有的积蓄,四处借钱,卖血凑医药费,治好了女朋友的病,刚拿到一笔钱,我想去给她一个惊喜,却忽然听到了里面女朋友病房传来对话的声音,哎呀,讨厌,你别乱来啊,这里还是医院呢,再说了,我病刚好,可经不起你的折腾,嘿嘿,没事,我清点就好了。 我感觉胸口仿佛重重地被人捶了一下,难以呼吸,我不明白,女朋友一直很爱我,怎么可能会出轨呢,我女朋友周莉莉只是一个十八线女团的成员,而我是她的经纪人,跟她日久生情,在一起后依靠我的关系,周莉莉成为了星河娱乐公司的签约艺人,前途一片光明, 我把最好的一切都给了她,倾家荡产给她治病,周莉莉居然背叛我,听到病房里逐渐粗重的呼吸声,以及从周莉莉嘴巴里说的那些不堪入目的词汇,嗯嗯,好哥哥,你快点,那个穷逼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回来。 我,呵呵,回来更好,看看她捧在手心的女朋友在我面前多骚,那个蠢货,花了二十几万给你治病,结果连你的床都没有上过,笑死我了,不愧是舔狗。 非杨杨见了她,都得叫声师父。 你说她知道,我已经给她戴了几个月的绿帽子,她会是什么表情? 我气得浑身颤抖,拳头握得咯咯作响,她才听出来男人是李明远,李明远星河娱乐公司的总经理,他爸就是星河娱乐的老板。 平时就没少针对我和骚扰周莉莉 现在看来那根本不是骚扰 而是一个怨打一个怨挨 我想不到 我已经被律了几个月了 真是信了周莉莉的鬼话说 接受不了婚前性行为 周莉莉似乎有点不好意思 说道 好了 别说了 怎么 我说 她你还不高兴了 李明远道 且不就二十万吗 你觉得我拿不出来 不是不是 我没有那个意思 周莉莉立马摆正了位置 我赏脸跟她谈恋爱 就是她的福分 给我花钱是应该的 听护士说我给我交医药费的钱 都是散钱 五块十块的都有 你都不知道 我当时有丢脸 李明远 李明远哈哈大笑 农村出来的穷鬼是这样的 你放心 我很快就能让你摆脱他 对对对 农村人真可怕 一点廉耻之心都没有 我看到就犯恶心 我深呼吸了几口气 撑着墙壁 眼前一阵发黑 我为了凑齐医药费 拼死拼活 半条命都没了 周莉莉却在为她缴医药费 有零钱而觉得丢脸 没错 我是从农村出来的 但那又怎么样 我不偷不抢 靠自己努力上了大学 有一份正经的工作 怎么就没有廉耻之心了 我从未想过 自己在周莉莉眼里 竟然如此不堪 因为过度愤怒 崩坏了刚刚抽血的伤口 鲜血顺着我手臂留下 恐怖至极 这还没完 两人交谈还在继续 周莉莉的喘息声更重了 一边问道 明远 你有把握把林飞赶走吗 李明远不屑地说道 赶走 放心 这次我一定让她 在行业内被封杀 没有一家经纪公司敢用她 且前几次她就应该滚蛋的 不知道为什么江素卿那女人一直保着她 周莉莉道 江素卿 经纪人主管 她为什么保我 不会跟我有问题吧 李明远嘲笑道 你胡说什么呢 怎么可能江主管能看上那个废物 门外的我文言一愣 我正愤怒于这对狗男女 竟然想将她在行业封杀 这是完全不给我活路 又震惊江素卿 已经保了我好几回了 江素卿是我的主管 是个高冷又美艳的女人 但我对她没有好感 因为这女人经常没事找事 让我干着干那 我甚至怀疑过江素卿是李明远的人 这时李明远又说道 对了 林飞她妹不是还给你煲了鸡汤 你没喝 周莉莉嫌弃的说道 快别提了 我打都没打开 那破宝温筒跟给猪吃的一样 真是服了 哥哥蠢 妹妹见 活该被人看不起 我表情猙獰 狠狠地攥着拳头 手臂上全是青筋 后槽牙几乎被我咬碎 我忍无可忍 这两人羞辱我还不够 还要羞辱我妹妹 我不允许任何人说她坏话 妹妹林叔是 我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亲人 更令我愤怒的是 林叔为了给周莉莉省出医药费 三餐都只吃馒豆咸菜 换来的却是恶心和谩骂 我暴怒下 一脚踹开了病房门 两人吓了一跳 周莉莉看到 是我慌忙用被子盖住一丝不挂的身体 惊慌道 林飞 你回来怎么不跟我说一声 而李明远看到是我 反而松了口气 慢悠悠地穿着衣服 根本不把我放在眼里 我双眼通红 咬牙切齿的质问 不跟你说一声 你还想骗我多久 周莉莉 我没想到你是这样的女人 你不喜欢我可以直说 为什么用这种方式来恶心我 我妹对你这么好 拿出了所有的积蓄给你治病 为了你省吃俭用 一个月瘦了五斤 在你眼里 她好些熬的鸡汤是猪食 你多高贵啊 高贵到偷男人 我的话让周莉莉也懒得装了 直接骂道 对 老娘给你戴绿帽子 就是为了恶心你 怎么样 你个窝囊废 我当初瞎了眼才看上你 李明远穿戴整齐 讽刺地笑道 林飞提醒你一句 不是偷男人 我们一直是光明正大的 公司里很多人都知道 只是你一直自己骗自己而已 哼 怎么样 帽子戴得舒服吗 我气血上涌 一拳砸在李明远的脸上 但由于刚卖完血 身体虚弱 根本没有多少力气 加上李明远常年健身 身材高大 这一拳对她而言不痛不痒 反过来给了我一拳 草 敢打我 招死 紧接着又是一脚 我鼻子嘴巴全是血 昏昏沉沉地倒在地上 李明远又重重地踩在我的腹部 狠毒地说道 小废物 等着被身败名裂被封杀吧 周莉莉也穿好衣服 高跟鞋狠狠地踩了我一脚 接着把玉手镯摘了下来 摔在我身上 骂道破手镯 重得要死 还给你 老娘不欠你的 从今往后 我跟你一刀两断 两人潇洒离开 我虚弱极了 陷入了昏迷 这时 鲜血碰到了纳玉手镯 突然 吴乃林家老祖 你身为我林家后人 今日传授 与你太古一经和龙玉 日后玄弧济世 成间除恶 斩妖除魔 我朦胧之间听到断断续续的声音 一股庞大的信息 插入我的脑海当中 医术武道 风水像术 绝妙针法 修行宝典 紧接着那手镯化作一条神龙 冲入我的脑海当中 我感觉脑袋要爆炸 疼痛难忍 大吼了一声 猛然醒了过来 我喘着粗气 发现病房早已空无一人 两个畜生 我暗暗骂了一句 这件事我绝不会就这么算了 我一定会让那对狗男女付出代价 我下意识地捂着腹部起来 却发现身上哪里有什么伤 一点也不疼 并且身上的伤不仅好了 身体好像也被改造过一样 变得格外强壮 仿佛有始不完的力气 我一愣 闭眼一念 发现那些医术舞蹈 修行宝典等秘诀 都在脑海当中 我惊呼 是真的 太古一经和龙玉 都是真的 脑海默念那修行口诀 丹田竟有一股暖暖的气流流动 我一时间猛逼 有点太突然了 这时 兜里传来手机震动 我拿出手机一看 正是他的主管江素卿 我接通了电话 喂 江主管 江素卿的声音清冷 有一种高冷欲解的气息 林飞 你在哪 马上来我办公室一趟 我愣了愣 江素卿好像很生气的样子 我不禁问道 江主管 我在医院呢 发生什么事了吗 你问我 江素卿更生气了 我还想问你呢 我给你二十分钟 人不到我办公室 你就辞职吧 嘟嘟嘟 听筒泪传来盲音 我皱了皱眉头 江素卿总是这样 既霸道又冷漠 我真的怀疑李明远说 江素卿保了我很多次 是不是真的 但我还是马不停蹄 往公司赶去 去江素卿办公室的时候 公司其他员工和一些明星 纷纷都看向我窃窃私语 这一幕让我心底泛起 一种不好的感觉 我敲开了江素卿办公室的门 江主管 我来了 我悄悄打亮了 一下江素卿 他穿着暗蓝色的丝绸衬衫 最上面一颗扣子没扣 露出雪白的脖梗 下半身则是黑色的包臀裙 将线条完美勾勒出来 黑色丝袜裹着的双腿 翘着二郎腿 性感又知性 虽然几乎每天都见到 但每次见到他我都惊为天人 江素卿实在太漂亮了 作为一个明星经纪人 江素卿的容貌 比绝大部分的明星都要漂亮 精致完美的五官 嫩白如雪的肌肤 妖娆火爆的身段 并且全身上下都是纯天然的 不像很多明星是人造的 这颇为难得 大眼睛边上那点泪指 平天一分妩媚 抛开性格不谈 江素卿是我见过最漂亮的女人 最重要的是 江素卿不仅人长得漂亮 能力也十分强大 江素卿是空降到星河娱乐 当经纪人主管的 一开始 公司内的老职业经纪人 都不服江素卿 甚至包括我 都觉得江素卿是个花瓶 但三个月前 公司发生过一次 大规模明星动乱 不少大牌和老牌的明星 想要跳槽或者单飞 给公司造成了巨大的经济压力 和社会舆论压力 就在所有人都束手无策的时候 江素卿以一人之力力挽狂澜 把事情摆平 将风波平息 并且精准逮住了 带头闹事的一个老大牌明星 一夜之间 让他身败名裂 锒铛入狱 所有人都震惊了 也当属我最震惊 因为当时 我是被江素卿 清点的助理 全程目睹了他 操作的全过程 我简直敬为天人 许多做法 是他从来没想过 也不敢想的 那次当助理的经历 让我成长了许多 但也是从那次开始 江素卿就经常让我加班 或者干着干哪 折磨我 我也搞不明白为什么 那件事后 公司股东一直拍板 要给江素卿升职 当总经理 但没想到的是 江素卿拒绝了升职 让人匪夷所思 在后来 就是众说纷纭 有说江素卿背景很大 是某豪门的大小件 那些明星 凝成一条绳 也掰不过江素卿的家族 也有说 江素卿陪很多导演 和制片人睡过 把那些明星演员 都拿捏了 这是怎么回事 江素卿冰冷的话音 将我拖回现实 一份文件扔到我的面前 我不明所以 什么怎么回事 我想了一下 最近我都没有犯过什么事 表现应该都挺好的 我怀着疑惑的心情 捡起文件翻阅 这一看 让我顿时瞪大了眼珠子 越看越心惊 越看越生气 最后我惊怒到 这不是我干的 这和我没关系 江素卿冷冷地盯着我 声音更加冷烈 不是你干的 李明远和周莉莉 两个人实名举报 并且掌握了你散布消息的证据 你说不是你就不是你 江素卿声音大了几分 我 你是一个职业经纪人 你应该知道明星丑闻 和泄露明星隐私 足以毁掉任何一个当红的明星 你放出去的这些消息 会给公司造成多大损失 多恶劣的影响 你想过吗 你的名声也在业界臭了 没有任何一个明星会聘用一个会被刺的经纪人 文件内是我私自泄露公司几个二线明星的丑闻 以及两个一线明星隐私的证据 我急了 是他们俩陷害我 情急之下 我把在医院桌间和他们谈话的内容都说了一遍 耻辱到了极点 李明远亲口说 要让我被整个行业封杀 这是他们的阴谋 将主管 这些明星的丑闻和隐私我压根都不知道 我怎么泄露啊 我怒火中烧 那对狗男女做得真够绝的 江苏清文言 一点也不意外 仿佛早就知道了一样 依旧冷冷地说道 那是你的问题 高层开会 决定让你先去保卫科报道 经纪人的事情你先别管了 保安 我猛了 江主管 你听我解释 江苏清毫不留情 我不想听 滚出去 我紧紧地攥着拳头 倾金直立 忍着滔天怒火 离开了江苏清的办公室 李明远 周丽丽 此仇不报非君子 我来到保卫科 简直想死的心都有了 我本来还想晚上想个对策 应对李明远的诬陷 没想到他动作这么快 最郁闷的是 没人愿意相信我 连江苏清都被他骗了 如江苏清所说 我现在已经变相被封杀 没有任何一家经纪公司会聘用我 也没有任何一个明星会请我当经纪人 我无法接受 我一个名牌本科 毕业的学生 竟被逼到去当保安 女朋友被李明远抢了 工作被李明远搅黄了 甚至名声也臭了 真正的身败名裂 我输了 输得一塌糊涂 我输给李明远 也输给了金钱和权力 如果我能买得起几百万的车子 能买得起大房子 有万人之上的社会地位 周莉莉就不会背叛我 李明远那个欺软怕硬的东西 也不敢打我 江苏清也不会让我去当保安 我不服 我还年轻 这辈子绝不能碌碌无为 我要所有人都知道 我我不是好欺负的 我双目微红 紧握着拳头 指甲陷进肉里 暗暗下定了决心 我现在不能离开这里 因为我一旦走了 那些原本陷害我的事情 就都会成为真的 到时候名声就真臭了 绝对不会再有任何公司敢录用我 只不过眼下这一个月 还是要低调一些 给周莉莉治病花光了我所有的积蓄 现在用身无分无蓝形容都不为过 还是先拿到这个月的工资 再说反击的事情 我刚准备进保卫科报道 李明远和周莉莉 却迎面走了过来 李明远脸上还贴着纱布 那是被我打的 我顿时心中活气 偏偏这个时候遇上 我知道现在还不是跟他们起冲突的时候 想绕开他们走 结果两人直接拦住了我的去路 李明远阴阳怪气地说道 哎哟 这不是我们公司的知名经纪人我吗 来保卫科干什么 换岗位啊 哈哈哈哈 周莉莉也跟着嫌弃的哼道 被明远打这么惨 不会在医院夺躺会 哦 我想起来了 你没有钱 我冷冷地看了两人一眼 扭头就要走 我实在不想搭理这两个人 但李明远却按住了我的肩膀 并不打算轻易放我走 我阴冷地说道 我 别以为有江苏清那娘们保你 我就治不了你 只要我还在公司一天 你就等着被我玩死吧 我脑海里浮现出江苏清 在办公室高冷诱人的样子 周梅问道 江主管保我 周莉莉不爽地说道 也不知道江苏清发什么癫 所有股东都投票 让你这个废物滚出公司 他偏偏投了反对票 还以辞职为要挟保你 真是疯了 最后决定让你当个破保安 才没有让你露宿街头 我一正 没想到江苏清对他这么好 我 你跟江苏清是不是有什么关系啊 李明远问道 我看了周莉莉一眼 心里不及暗爽 周莉莉跟江苏清一比 那是云泥之别 我冷笑道 你猜 别的我不知道 江主管比周莉莉 这个烂裤当的好多了 周莉莉气得张牙舞爪想抓我 但被李明远抓住了 莉莉 别冲动 这里人多 公司正在包装你 准备推你参加选秀和综艺 以你的才艺和颜值 一夜爆火不是问题 你要明白 跟这种农村出来的穷狗 还是要保持距离的 知道吗 周莉莉一听 气顿时就消了 美好的前途正在朝他招手 确实没有必要跟我一般见识 他笑呵呵地说道 说起来 我还得感谢你呢 我 要不是你用关系送我进兴和娱乐 我哪里有这个机会啊 哈哈哈哈 李明远搂着周莉莉的肩膀 轻蔑地说道 可不是吗 所以啊 让这个loser口嗨两下 又能怎么样 也不会少一块肉啊 我身体一蹦 怒火蹭蹭地往上涨 确实我所做的一切都给周莉莉做了嫁衣 周莉莉大笑道 再说了 我是浪库当 我 别忘了我们在一起 我可是一次都没让你碰过 我的第一次是明远的 我全都握得咯咯作响 最后又松开 总有一天 我会让你们付出代价的 围观的人越来越多 有不少都是明星爱豆 在闹大他只会更丢脸 我转身就想走 可李明远却不让了 他大声道 别走啊 让大伙都瞧瞧 你就是那个被全行业封杀的优秀经纪人 那些还不知道怎么回事的围观群众 顿时一片哗然 他就是林飞 简直就是行业支持 封杀都是便宜他的 这种人就应该坐牢 我可不敢让这种人当我的经纪人 哪天被他偷拍我洗澡 我沉默着 现在的情况是我百口莫辩 他们不在乎真相是什么 也没人愿意相信他所说的真相 算了 骂一骂就过去了 然而这还没完 李明远冲着人群喊道 江月 窦凯奇 就是这小子把你们的丑闻爆出去的 不是想报仇吗 他人就在这里 人群中出来一对面容娇好的男女 他们就是文件里被我爆出来 丑闻的两个二线明星 江月以前被人包养过 而窦凯奇让女友打过胎 两人一看到我这个罪魁祸首 一通臭骂 原来就是你这个王八蛋 我记住你了 给我等着 江主管还保这个废物 这种人就应该去死 果然是农村出来的贱民 竟做这种下三滥的事情 要不是这里人多 老娘撕烂你的脸 妈的 真是晦气 我一声不吭 默默承受这两人的谩骂 不过想到这两个人的丑闻 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糊掉活该 这时 李明远忽然说道 我跟你们说 这个我是险恶 她有个妹妹 比她还要恶心 我女朋友住院 她做了碗鸡汤下毒 想害死莉莉 幸亏莉莉发现得早 你们说可不可怕 我听到李明远这样说我的妹妹 顿时就爆发了 我猛地抓住李明远的衣领 怒吼道 李明远 你胡说八道 众人一阵惊呼 李明远嘴角勾起一抹微笑 痴笑道 怎么 让我说中了 急了是吧 打我啊 我高高举起拳头 就要麾下 任何人都不能侮辱她的妹妹 然而就在这时 我忽然停了下来 脑海里太鼓一惊的作用 让我看穿了李明远的身体状态 状态 肺癌中期 梅毒 肠胃胀气 鼻鼓擦伤 然后下面还有治愈方案 我表情古怪 幸亏我没有碰周莉莉 否则她起码染个梅毒 真想看看周莉莉知道李明远 有梅毒时的表情 肠胃胀气 我有了办法 我松开李明远的时候 不动声色地在李明远腹部上一个穴位 轻轻点了一下 我盯着她道 公道自在人心 李明远 你会遭到报应的 李明远见我居然忍住了 很失望 冷笑道 报应 那是给普通人的 我有权有势 天王老子都没资格审判我 我不像你 就是一个懦夫 都这样了 不 李明远话说到一半 忽然听到一小声辟响 众人一愣 面露嫌弃 纷纷看向两人 这批响是从两人之间传出来的 但声音不大 分辨不出来是谁 李明远身体一蹦 忽然一声怒吼 林飞 你有没有功德心 居然当众放屁 周莉莉皱着鼻子 紧随其后 真是恶心死了 我当初瞎了眼 才会看上你 这对狗男女一唱一和 让所有人都以为是我放的屁 唯有我淡定不已 我当然知道是谁放的屁了 李明远表情有些难看 快速说了一句 你这种垃圾 我一句话都不想跟你多说 他拉着周莉莉 转身就想走 李明远刚一转身 砰的一声 好像他妈放炮一样 巨响无比 众人都愣住了 震惊地看着李明远 有人不自然地拿起手 放在鼻子前 半舞着 有人后退半步 表情微皱 周莉莉也惊呆了 甚至下意识 正开了李明远的手臂 满脸的嫌弃 我这时才开口说道 李明远 看来你肠胃不太好啊 放屁方这么想 我还是头一回见 你 李明远脸红到了极点 从来没有这么丢脸过 怎么好端端的 突然放这么想的屁 我 肯定是你搞的鬼 周莉莉呵斥道 虽然他也很丢脸 但还是得维护李明远 我讽刺道 他放屁也赖我 怎么 屁也要我亲自帮他放吗 众人一阵憋笑 李明远气不过 但却不敢多说话 因为这时肚子一阵剧痛 那感觉又来了 李明远放了一句狠话 我 我不会放过你的 说完 快步就要离开 可走了没两步 又立直身子捂着屁股 扭头朝保卫科跑去 一边大吼道 厕所在哪 话音刚落 李明远的裤裆 传来一阵稀里哗啦的声音 连绵不绝 这次众人也装不下去了 脸色全变了 卧槽拉到裤子里了 好恶心啊 呦 憋一会儿都憋不住吗 好臭啊 这天天的吃的什么东西 这他敢拉的呀 流出来了 流出来了 卧槽 毕竟在场的人 很大一部分都是明星 平日里都是人目狗样 衣着光鲜亮丽的 这种事属实是接受不了 不过倒是有几个 拿出手机拍摄 李明远死死地咬着牙齿 这次他是丢人丢到家了 他狠狠地瞪了我一眼 脸色青红交加 冲着周莉莉吼道 看什么 还不服老子走 周莉莉也觉得恶心 不想服 但不得不服 谁让李明远现在是他男朋友呢 两人快速离去 只留下一滩黄色在原地 众人也觉得恶心 纷纷离开 我顿时感觉心情舒畅了许多 满意离开公司 时间还早 我知道妹妹因为照顾周莉莉 费尽心神 身子虚弱 需要补补 就去菜市场逛了一圈 买了些有营养的菜品 回去路上 她经过一个高档小区 发现里面正发生火灾 一栋商业楼房的三楼烈火 熊熊燃烧 冒出滚滚黑烟 下面一众小区 居民为官 好几个人灰头土脸的 被火灾波及 人群乱作一团 消防员怎么还没来啊 还有一个小孩在上面呢 怎么办啊 这么大的火灾 正门肯定进不去 只能从阳台进去救人 别说从阳台进去救人 进去了估计都自身难保 一个五岁左右的小女孩 在二楼阳台大哭 可爱的小脸被烟熏得乌黑 背后就是火海 底下的人逛着急 一点办法都没有 我健壮跑了过去 眼看着小女孩 就要被身后火焰吞噬 我二话不说 凭借着过人的身体素质 顺着排水管道爬到三楼 众人一顿惊呼 有救了 我不敢浪费时间 抱起小女孩就准备下去 但这时 身后的大厅忽然爆炸 我下意识地把小女孩 紧紧地抱在怀里 巨大的冲击力 把我直接冲飞出去 我从三楼衰落 狠狠地砸在草坪上 一众居民纷纷围了过去 我背部很痛 但无暇关心 连忙查看怀里的小女孩 小女孩却陷入昏迷当中 有人担心地说道 不行 她吸了太多烟尘 要赶紧送往医院去 否则还是会死 我眼神一明 看到了小女孩的身体状态 我在小女孩腹部几个穴位 按了几下 小女孩被枪醒 吐出一口黑水 虽然还很虚弱 但就活了 众人一阵欢呼 我也松了口气 这时 一位穿着华丽 气质非凡的女人 才姗姗来迟 哭着一把抱住我怀中的小女孩 这是你女儿吗 她已经没事了 只是体内有些隐疾 要抓紧治疗才好 我说完就转身走了 我到家的时候 妹妹林叔已经回来了 正在打扫卫生 厨房还在煲汤 看到这一幕 我感到心痛不已 林叔为了周莉莉的病 打了三份工 并且每天还要去医院 照顾她到深夜 可以说她为周莉莉付出了一切 结果好心被当成驴肝肺 狗咬驴动鞭 周莉莉还说 林叔煲的鸡汤是猪食 这种女人根本不配林叔的付出 可怜林叔把周莉莉当作嫂子看待 林叔看到我回来 疲惫的脸上浮现出一抹笑容 哥 你回来了 汤马上就抱好了 等会儿我送去医院给嫂子喝 然后顺路去上班 你也累了一天了 好好在家休息吧 我看着林叔 还处处为周莉莉着想的样子 越发替林叔感到不值 沉生说道 不用了 我跟周莉莉分手了 啊 林叔手里的扫把掉到了地上 焦急地问道 分手了 为什么呀 是不是我哪里做得不好 让嫂子生气 我抓住林叔的肩膀 看着她的眼睛 认真的说道 林叔 你做得很好 跟你没关系 是她的问题 她不值得你这样付出 以后不要再叫她嫂子 我没有说具体原因 毕竟还是挺丢人的 也没有说周莉莉对她的态度 这只会徒增林叔的伤悲而已 林叔愣了愣 重重地叹了口气 说道 好吧 哥你不后悔就行 我听你的 她慢慢坐在椅子上 顿时泄了气 慢慢闭上眼睛 竟然昏迷了过去 我吓到了 急忙查看林叔的身体状态 状态 睡眠不足 营养不良 内脏疲劳 精神紧张 治疗 保持充足的睡眠 调养生息 缓解疲劳 即可恢复 我顿时松了口气 我把林叔抱到床上 盖上被子 摸了摸她的头 满眼都是心疼 现在想想 自己真不是个东西 为了周莉莉那种女人 把妹妹折磨成这个样子 我看着昏睡的妹妹 暗暗发誓 从今往后 不会让林叔再受半点尾 去一定要让她过上幸福的生活 但眼下 还是要先把妹妹的身子积养好 来到厨房 我根据太古医经中的记忆 做出了一份补身子的药膳 等到晚上林叔醒来 我便将做好的药膳 端到了他的跟前 让他吃下 哥 这是什么呀 也太好吃了吧 药膳吃下 林叔瞬间精神抖擞 疲劳一扫而空 什么食物才有这种效果啊 我并未回答 只是宠溺一笑 说道 歇会在睡觉 以后不要再那么辛苦了 一切都有割 割去把碗刷了 嗯 林叔重重点头 眼中寒泪 嘴上却勤着笑 深夜我躺在床上 默默运转太古一惊 第二天起来 疲劳一扫而空 我跟妹妹吃过早饭之后 各自去上班 换上保安制服的我很不习惯 也少不了别人的冷嘲热讽 但我只能隐忍 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继续留在公司 对李明远展开抱负 幸福娱乐公司面积很大 保安要负责的区域也不同 因为李明远的特殊照顾 我被分配到了明星常用 来休息的大厦里工作 刚来到这里 我就见到几个工作人 在纳抹眼泪 发生什么事了 我询问一旁直勤的保安 你不知道呢 保安说 云州的大明星来了 听说之前受了伤 刚做完手术不久 现在正在气头上 那几个刚挨完训 屋里都是东西被砸碎的声音 据说是为了方便养伤 所以暂时落脚咱们公司 正说着 二线明星江月也注意到了我 他冷笑道 林飞 你去里面把房间打扫了 打扫房间 可这不是我的工作吧 我眉头一照 看了眼江月 这女人该不会要坑自己吧 我说是你的工作就是工作 要是打扫的不干净 你就等着被炒鱿鱼吧 江月气冲冲的吼道 行 我无奈应声 刚走两步 背后又传来江月的嘲笑声 不知天高地厚的东西 泄露老娘隐私就算了 还得醉了李少 等着吧 我没有理会 拿起扫把推门入了休息室 刚进门 就见到休息室的椅子上坐着个女人皱着带眉 一脸忧愁 我眼睛不由自主地亮起 实在是眼前这女人太好看了 太性感了 她留着一头暗黄色的波浪卷发 上身的黑色抹胸内衣被撑得很高 勾壑一眼可见 目光滑过那精致的马甲线以及美鳍 下面是一条白色的超短裤 她侧坐着一双奇长水润匀衬的绣腿硬在眼帘 就连她那秀美的莲族也在无声的妖娆着 好似再对人发出诱人的邀请一般 我下意识看向了女人柳梦瑶云州最顶尖的明星 可以说是云州的台柱子 而恰在这时 女人也看向了我 四目相对 我一阵窒息 之前在电视上见过柳梦瑶 当时就觉得她妩媚动人 亲眼一看才知 这不是错觉 这女人 简直就是狐狸精啊 你是谁 谁让你进来的 柳梦瑶并不认得我 率先开口 声音清冷 我回过神来 有些拘谨的说 你 你好 我是新任职的保安 进来打扫卫生 保安 柳梦瑶上下打量着我 保安就不懂得敲门吗 对不起 我马上出去重新敲门 我慌了神 转身就要离开 站住 柳梦瑶开口叫住了我 我回头疑惑看去 只见柳梦瑶依靠沙发 翘着长腿 一脸清冷 我允许你出去了吗 我摇头 伺候过人没有 给起暗暗腿 舒服了 说不定姐就原谅你 话语之间 高跟鞋从柳梦瑶脚跟脱落 挂在脚尖之上 顺着笔直的长腿看去 刹那间 一条靓丽的风景线 逐渐映入我眼中 孤独 我重重咽了口唾沫 愣在原地不知所措 更要命的是 柳梦瑶的那双秋眸 注视着她 先手挥动肩 就好似失了妹斑 让人欲罢不能 我哪里见过这种场面 脸刷一下就红了 这还是自己认识的 柳梦瑶大明星吗 怎么私下这么热情开放 这时柳梦瑶又开口 怎么还害羞了 她语气轻缓 那屡屡声音传来 如同失了魔法一般 在我耳边缭绕 诱人无比 狐狸精 绝对是狐狸精 我顶不住攻势 下意识扭头跑了 哎 跑什么呀 柳梦瑶笑 洗手间内 我站在洗手台前 疯狂用凉水拍打着面部 镜子中 我耳朵依旧涨红 没想到自己一个大老爷们竟被一个女人吓跑 真是丢死个人 但不得不说 柳梦瑶的容貌和身材都能称为极品 在我所见过的女人当中 也就只有江素卿可以和她一较高下了 只是与江素卿平日里的严肃相比 柳梦瑶的性子更加来得魅惑 气质非凡 一态万端 又如金枝玉叶一般 不敢让人高攀 逐渐冷静下来后 我便开始思索起了对策 如今李明远那些人 想尽办法要将他提出公司 是因为有江素卿做保 他才得以保住工作 现在又被江月坑了 如果说自己没有伺候好柳梦瑶 江月肯定会以此为理由 将他开除 工作不是主要 主要是如果就这样离开 就坐时他散播明星隐私这个黑锅 我不心甘 我深吸了口气 硬着头皮返回房间 这次敲了门 怎么又回来了 这才倒是懂得敲门了 柳梦瑶见我回来 嘴角又勾起一抹浅笑 眉目如画 风情万种 我脸又红了 撇过头 不与他直视 柳梦瑶看在眼里 眼睛呈月牙状 腼腆的小男生 是下定决心伺候姐了吗 我没有接话 直言道 梦瑶姐 我想看看你的手臂 小家伙 得寸进尺 脚都还没按 就想着按手臂 柳梦瑶条了条 脚尖的高跟鞋 我摇头解释道 梦瑶姐 我听说你的手臂受伤了 所以 我想看看 话落 我的目光落在了 柳梦瑶缠满绷带的手臂上 柳梦瑶愣了一下 随后好笑地问道 怎么 你还能帮解治伤不成 你要真能够治好姐的伤 你想要什么 我都可以给你 一听这话 我双眼一亮 我连问 如果我治好了梦瑶姐你的伤 真的什么都可以吗 柳梦瑶笑着点了点头 是啊 什么都可以 柳梦瑶随意地答应了 我很清楚 因为柳梦瑶并不觉得自己能够做到 但如果自己真的做到了 到时就要求做柳梦瑶的经纪人 只要稳住了这一步 接下来就能够去调查 泄露明星隐私一事 梦瑶姐打扰了 我一脸震惊地说道 然后小心翼翼地拆开她的绷带 查看伤口 扎布下是一道约有半壁长短的疤痕 疤痕上有着缝线密密麻麻的 像挤了一条蜿蜒爬行的虫子一般 有些争鸣 上天不恭了 居然在这么漂亮的女人身上会留下这么一道难看的疤痕 我抬头问 梦瑶姐 你这是怎么伤的 拍戏的时候出了一事故伤了胳膊 刘梦瑶接着说 最近打算再做一次皮肤修复手术 所以来了这里 为什么选择来这儿 我有些疑惑 像这种情况 不应该去医院随时观察吗 为什么会选择来娱乐公司待着 我不喜欢长期住在医院里 柳梦瑶笑着说 原来如此 我瞬间明白过来 是为了避嫌 不过检查一番下来 我心里信心十足 在太古医经中治疗疤痕的法子千百种 其中龙虎山秘术尤为有效 甚至可以做到完全消除疤痕 不留一点痕迹 我心里高兴 这算是撞到自己的专业上了 还不等我开口 房门却忽然被人敲响 江月的声音响起 梦瑶姐 贾医生他们来了 柳梦瑶摆正身子 不冷不淡地道 进来 下一刻 江月带着一个中年男医生走了进来 身后还跟着几个年轻实习医生 贾医生恭敬道 刘总 柳梦瑶看向贾医生 贾医生 治疗伤疤的方案如何了 贾医生叹气摇头 刘总 以现在的医疗水平和科技手段 恐怕无法做到彻底消除 闻言 柳梦瑶带眉一皱 贾医生 你们医院我可是投了很多钱 你们也曾向我保证过会修复好我的疤痕 贾医生垂下头 连忙道歉 刘总 真的抱歉 是我们医院的无能 柳梦瑶心如寒灰 就在这时 一旁站着的 我突然出声 或许我有办法 闻言 众人所有目光汇聚到了我身上 贾医生疑惑地上下打量着我 询问道 你是谁 我张嘴想要回答 却被一旁的江月抢先打断 贾医生 别听他胡说 他就是一个保安 之前还因为泄露明星隐私 才导致从经纪人变成了保安 保安 贾医生愣了愣 接着问道 你刚那句话的意思是 你有办法 我点头 连说 是的 我有修复刘总皮肤的办法 一听这话 贾医生来的兴趣 什么办法 龙虎山秘术 瞎闹 贾医生战红着脸 怒吃道 那不是封建迷信吗 你看起来 也像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 怎么会说出这种话 而且 要是你的封建迷信 造成刘总二次受伤 你担得了这个责任吗 我连忙解释 贾医生 龙虎山秘术 不是封建迷信 这是真实存在的 我祖上行过医 这其中真有修复刘总皮肤的办法 我没有撒谎 龙虎山秘术 乃是太古医经中传承的无数数法分支之一 其中包含着山医命相补这五种玄珠 完全能够做到治好疤痕 住口 滚出去 贾医生呵斥道 我张了张嘴 没有再继续解释 小保安人轻言微 没人相信也正常 我叹了口气 转身就准备离开 这时 柳梦瑶忽然出声 你真的有办法 你说你有办法 没有骗我 柳梦瑶询问道 我还没来及回答 江月就抢先开口 孟瑶姐 您可别被她骗了 要是她真会疑术 怎么可能来当保安呢 柳梦瑶目光一冷 我问你话了 江月脸色一变 忍着心里的怒火 裴小姐是道 孟瑶姐 我这不是担心您 刘总 江小姐说的没错 这手术就连国外 没办法打包票 能够治好您的伤疤 这个小子盲口谎言 一定要警惕 贾医生在一旁附和道 你能帮我消除疤痕 柳梦瑶带眉一瞪 顿时浑身散发出 一种上位者的气场 眼神冰冷 不能 贾医生垂下头 不敢对视 一旁的我也有些愣住 此时的柳梦瑶 和之前在屋里 单独相处的柳梦瑶 简直就是两个人 不禁好奇了起来 眼前的柳梦瑶 到底是谁 柳梦瑶看向我 询问道 你家祖上真是行医的 我点头 千真万确 不敢欺骗 那你祖上可有名字 柳梦瑶又问 林家祖训 我祖行医 只医病 不留名 我不卑不亢地回答 柳梦瑶 微微醋眉 犹豫后问道 那你学了多少医术 又有多少把握 消除我的疤痕 我挺直腰背 一脸正经地回答 我只学了一些皮毛 但我有百分百把握 医治你的疤痕 柳梦瑶继续问道 需要治疗多久 我竖起一根手指 一个小时即可 什么 柳梦瑶震惊地看着我 我皱了皱眉 难不成是因为自己说的治疗时间太长了 那 我尽可能十分钟搞定 治疗时间不能再短了 此话一出 不光是柳梦瑶愣住了 一旁站着的几位实习医生 也忍不住发出了嘲笑声 可别说大话了 还十分钟治好 你真当自己是神仙啊 你一个小小保安 就做好你保安的事 一旁的江月也痴之以鼻 这时候 假医生也看准时机 站了出来 刘总 这小子满口谎话 先不说他的封建迷信 是不是能够治好病 竟然还随口说出治疗周期 简直荒唐 刘总 治病可不是儿戏 千万不能乱来 刘梦瑶没有理会假医生 看向我问道 这个法子 对我的身体会有损害吗 我摇头 一脸认真的回答道 没有 不会有任何损害 听到这话 刘梦瑶笑了笑 好 既然对我的身体 没有任何损害的话 我愿意相信你 刘总 不可相信他呀 假医生劝阻道 你能治好我 在不损害我身体的情况下 刘梦瑶一句反问 让假医生彻底闭上了嘴巴 话落 刘梦瑶扭头看向我 问道 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开始 我一脸认真的回答道 现在即可 我需要准备几片桑叶 以及一盆清水 刘梦瑶点头 随后看向假医生 假医生一个冷战 连忙转身对身后的几个实习生呵斥道 没听到刘总的需求吗 马上去准备几片桑叶和一盆清水 没一会儿 几个实习生就带着一堆桑叶和几盆水回来了 假医生搓手笑着说 刘总 东西都准备好了 刘梦瑶看向我说 开始吧 我点了点头 上前取了一碗水 然后将手指插入清水中 嘴里念念有词 虽然声音很小 但在场的所有人还是听见了 急急如律令 之类的词 真会装 假医生身后的几个实习医生 嗤之以鼻的小声嘲讽了起来 就在这时 那碗清水竟然在没有加热的情况下 冒起了阵阵的白烟 众人未知一愣 很快 我将那碗清水浇在柳梦瑶有着疤痕的手臂上 拿了几片桑叶也打湿了水 刚好覆盖住整条长长的伤口 我收回手 一脸正色的说 再等十分钟就好了 江月在一旁笑出了声 我说我 你自从当了保安之后 没想到脑子也不好了 真以为玩点小把戏 浇点水 用桑叶盖上就能治好了 简直是可笑至极 而贾医生这次没有说话 眼看就快要到十分钟了 柳梦瑶被桑叶盖住的手臂正在不停往下流淌着红色的液体 柳梦瑶带带戒 柳梦瑶带霉微皱 感到手臂一阵起扬 好奇之下看去 一声惊呼发出 疤痕 疤痕正在消失 随着柳梦瑶一声惊呼 在场的众人纷纷瞪打双眼,朝他手臂上望去,目光落出,那道半壁长短的伤疤,化作红色的液体,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消失,这,这怎么可能? 江月一个亮枪,满脸震惊,贾医生也是一脸呆滞,震惊无比,疤痕,疤痕已经完全消失了。 柳梦瑶又惊又喜,说话间他看着我,真是觉得越看越喜欢,一旁的贾医生回过神来,看向我问道,你,你是怎么做到的? 我回道,正如我之前所说,龙虎山秘书,贾医生还是不敢相信。 摇了摇头,难道,难道那不是封建迷信? 我认真地说到我之前就说过,不是封建迷信,这是一种神奇的秘书,刘总的疤痕鼠羊,所以需要找巨阴的术,也就是阴家武术,而桑树就是其中,只有这样才能够治好疤痕。 甲医生虽然听得云里无饶,但这一本事确实让他眼馋至极,想着,他便拱手一鞠躬,感叹道,果真是后生可畏啊,我从医近三十载,却从未见过如此治疗手段,不知道兄弟可愿意将这疗法公布于众,造福更多人民。 文言,我回绝,祖训在上,非族人不传,我身为后代,不敢违背。 他直接回答道。 甲医生不死心,还准备再说,柳梦瑶却忽然出声,甲医生你不觉得自己说的话有些不妥吗? 甲医生愣了一下,随即抬头看向柳梦瑶,刘总,他刚张口,就直接被柳梦瑶一个眼神把话给噎了回去,都出去吧,这里没你们的事了。 柳梦瑶不冷不淡地说道,甲医生无奈,带着一众年轻医生拱手告退,没有其他人了,我觉得一阵不自在,原因是柳梦瑶水汪汪的大眼一直在一眨不眨地注视着他,我的脸又不由自主地红了,柳梦瑶看在眼里。 脸上露出了笑意,随即出声问道,你有这本事,还在这里做什么保安啊,跟着解干,抱你发大财。 我无奈苦笑,自己有这番本事,却还打算留在这里,其实不光是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更重要的是,不想辜负了江苏卿的一番好意,刘总叫我孟瑶姐。 孟瑶姐,我在这里待着,是因为我还有必须要做的事。 哦,柳孟瑶微微挑眉,思索了会儿又道,你真的是故意泄露公司明星隐私,所以才从经纪人职位被调去当了保安。 我没有,是有人故意陷害我。 我心中怒火一下升起,该死的李明远,要不是他,自己也不至于沦落到现在这种地步,不想当保安。 肯定不想,只是我没办法,柳孟瑶脸上带着笑意,没有搭话,过了会儿才又出声问道,那你有没有兴趣当姐的经纪人? 我心里的怒火戛然而止,不解地看着柳孟瑶,困惑道,你愿意相信我? 柳孟瑶笑着点头,我神情错愕,不敢相信,柳孟瑶在公司是何等身份,而我就算在以前,也就是一个普通经纪人。 怎么可能有资格当柳孟瑶的经纪人? 柳孟瑶姐,你是认真的,现在去拿合同,姐立马给你签字。 柳孟瑶笑道,真的? 我还是不敢相信,觉得不太真实,如果自己能当了柳孟瑶的经纪人,只要她一句话,就算不是同一个公司,留在这里还不是小事,这样一来,就有时间找到证据,证明自己的清白。 你要是再不去,姐刚才说的话就不作数了。 孟瑶姐,你等我,我现在就去,等我。 借助柳孟瑶的能力,我很快查到了要查的东西,也准备正式地打脸李明远。 三天后,我抱着证据,准备去总裁办公室,在门口处遇到了李明远,仇人见面,分外眼红,我脸色阴沉,你怎么来这儿了? 李明远撇了我一眼,刚好看到了我手里的证据,他眉头目地皱起,声音冰冷,这是什么? 我下意识报紧了证据,与你无关,说完我便准备走,然而李明远却忽然从后面拽住了我,妈的,把证据给我。 我有防备,证据并没有被李明远给拿走,可却直接被他给撕了一半,我顿时呆滞当场,怒火中烧,你得到了柳孟瑶的青睐,不过又如何呢? 李明远议讽讽一笑,说着把手里夺过的半边证据,又撕成了两半,李明远,你找死。 我拳头紧握,双目冲斜,若非强压着怒火,他现在就恨不得一拳砸去,李明远阴冷一笑,小杂种,虽然你现在的模样真的很欠奏,但你也不是没有优点,至少是养了个好女人。 哦,我忘了,你好像没有碰过周莉莉,嘖嘖,那水嫩的皮肤,那质感,那手感,一只手都握不住,这时,总裁办公室的门,忽然被柳孟瑶从里面打开,李明远脸色一变。 连忙迎笑,孟瑶姐,柳孟瑶没理她,从我手里拿过了只剩下半边的证据,淡淡问道,想报仇吗? 我愣了一下,随即点头,想,是就扇塌。 我有些错愕,缓缓抬头看向了李明远,李明远不以为然,耻笑道,我给你十个胆子,你敢吗?啪。 下一刻,一个清脆的巴掌打在了李明远的脸上,一个大大的巴掌印,李明远捂着脸颊,满眼的不敢置信,你个咋种敢打我? 啪,我又一巴掌抽在了李明远的左脸。 中文字幕詞织,宝贝, 李明远, 李明远、李明远, 李明远。